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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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洛天鲁小罗 我們系統規劃部的同仁 有接了一個案子 不是一個新安裝的 它算是一個改善優化的一個case 它的狀況大概是這樣子 客戶在裝潢的過程中 有聽了一些朋友的建議 想要把家中的網路線也一次做升級 客戶做完功課或是廠商建議完畢之後 最後的結果 把網路線升級到CAT7的網路線 可是最讓人不能接受的地方 就是客戶外網是1G 可是客戶在現場實際用實體網路線 做測試的時候只得到的結果是 100倍 這個是有點讓人難接受 但是現場是什麼狀況呢? 坦白說小羅我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等一下小羅會帶著大家到現場 一起去了解大概狀況是怎麼樣 那我們要如何做改善跟優化 當然這次的拍攝我們也取得 跟客戶事先做協調 客戶也同意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馬上進去看看 馬上走 GO 好 各位朋友 我們現在已經要準備要進去客戶家裡面了 但是小羅先跟各位說一下 等一下我們整個拍攝的過程呢 可能不會帶著大家整個裡面滿屋子跑 是要顧及到客戶現場隱私的問題 所以我才定點式的 可能像落電箱啊或是資訊桌那個地方 定點式的拍攝 請各位盡量一下 我們馬上進去喔 GO 好啦各位朋友 我們現在已經到客戶現場裡面了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落電箱的位置 不用懷你的眼睛 這個落電箱的狀況呢 是很多人住家裡面的現況 就是這個樣子 好了那你可以看到喔 這邊目前呢就是 客戶現場一間LAKET7的網路線就在這邊 請看呢這個線很粗喔 這線非常非常的粗 因為它是SFTP的外層包金屬網 裡面又有個別兩對 就是兩金線各用鋁箔包起來 所以它整個線金是非常粗的 那這邊總共有1 2 3 4 5 6 7 總共有7條 好了那現在客戶現場呢 就用一個那個GIGA的Switch 那我角度我先簡單跟各位說一下 現在目前的狀號碼 客戶現場是使用第四台的外網 然後它的下載的數據是1G的 那這個數據機呢 是擺在電視 電視牆那個地方 那它一直走同軸線 然後到電視牆那邊 它就有一條K7的網路線回來這邊 一些GIGASwitch的其中一個孔 然後剩下的呢 它分別分佈的地方呢 就是在客廳還有一個點 然後書房一個點 然後再來呢就是主臥兩個點 然後還有兩個臥室 在各一個點 總共加起來總共有7個點 是目前現在的狀況 那小羅等一下呢 我會先跟我們的小幫手博士呢 先拿Fluke 先把每一個點用它相對應的規格 測10G的方式呢 先去跑一遍 看出來的數值是怎麼樣 我們再來看要怎麼改善 馬上開始 好那我們現在馬上開始測 來博士把第一個點插上去 主彈的這一條 第一個點喔 對 主彈 好 我先做第一個測試 好 我先做第一個測試 第一個點 它就已經接線上了一遍了 沒關係 我先把它測完 直接跑完 把它存好 第一個點 好 OK 第二個點 小羅我呢 先把每一個點都測試完 我們再來看 方圍的狀況是怎麼樣 再來跟大家說一遍 來 第二個 好 等一下先不要把它 先把它儲存 好 來 下一個點 第三個 第三個 OK 再來下一個 可以進去 堵握嗎 堵握了兩個 不是進去堵握了嗎 是不是要跟客戶說一下 我還沒有看到它插上線 那是小孩房 喔 小孩房 我要先測小孩房 小孩房 女兒房 女兒房 這裡面的先 OK 剛剛測了三個點 第四個點 我們現在目前測的是女兒房間 這是女兒房 來 測一下 很多問題 繼續把它跑完 好 OK 跟博士講一下下一個 好 現在測的是另外一間小房間 我先把它全部測了 發新 發新線是有通的 但是接地線沒有做起來 那我們選擇的 其實規格是SFTP的 所以接地要做 把它沒有做 所以那一條線是沒有套房 那就沒關係 我們還是先把它全部儲存 好 來 沒有喔 喔 有了 現在目前測的是主臥室 這個更扯 我其實都不玩了 沒有接起來 好玩 OK OK 下一個 最後一個 我們測最後一個點 主臥室的最後一個點 好 謝謝 好 這個只是接地沒做而已 沒關係 謝謝 好 那這樣全部出來 OK 我們剛剛已經全部測試完畢 那我們測試的結果 這邊幫我秀一下 簡單讓大家淺顯移動就好 簡單說就是 每一個點都不正常 那我看起來的感覺呢 都是在頭尾的問題而已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部分呢 就是我剛才發現一個部分 一個問題 就是 像這種啊 想像這種水晶接頭啊 它這種是用遮蔽式的 OK 但是 你有沒有看到它退腳距的部分 其實都 都已經退得滿外面的 通知可能有些 有些 基本上都比較長 要不要打開 突發狀況 客戶臨時需要出門 因此我們得加快施作進度 好 各位朋友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 開始做修正 把所有的東西先把它改完 然後再來跟各位說明囉 有些硬的東西 有些照片份 就可以跟您講Ops 接著剛好 就是有一些照片的設定 沒有工程的配置 有些照片 有些照片 有試用來看 空間來給它 有機器人 有空間 옆 你的絲網絲 有任何 放入骨的小骨 先放入骨的大部分 放入骨盒 加上骨盒 放入骨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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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各位朋友,我們剛剛已經經過改裝了 我們分工合作 小火把這邊做完了 我們連同家同仁都把那個面板都改完了 好,那我們現在基本上簡單來做一個測試 最後的結果大概是怎麼樣 那個靜宇把插上去 好,我們現在已經連結完了 我們重新插一次 好,插起來太有聲音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支車的結果 好,等一下呢,測完之後呢 我們要用電腦的方式去跑一下10G 看狀況是怎麼樣 你看看,我喬一下就好了 咦,怎麼滴啊 各位朋友,那現在呢 我現在想我就等一下直接拿電腦的部分 直接接有線的方式 然後直接試測 看能不能順利跑到 客戶原來該有應該符合差不多的那個標準 OK 好 各位朋友,那我們現在馬上用電腦來做一下 現在那個對外網速的測試 然後我們用SpeedTest一樣測起來 然後看拋起來的結果是怎麼樣 剛拋起來就400多 這次就有再上去了 對,它有點飄耶 剛剛有測到750 然後現在測500了 但是也比原來一開始設置的時候 抱走100那個的時候 已經高非常多了 因為它一開始就... 然後我們剛剛也有用 我們剛剛也有用那個服務殼下去打 用跑10G,它是可以通過的 所以基本上我是認為沒太大的問題 那等一下我們再去沙巴端那邊測一下 好,看一下結果 好,OK 我們把它去沙巴端那邊接起來 那我們現在馬上做 牆面端的那個資訊座的測試 看跑起來,看自己跑多少 OK 跟剛剛的差不多 因為它也蠻飄的 有時候會跑到700多 一板裡面是基本的 這個線大家就應該要跑到1000Mbps 還就是只要這個中間一個環節出錯 它就自動飄來一炮 好,OK 那我們現在馬上來做個小總結 再不做總結就麻煩了 好,OK 好,各位朋友 那個因為客戶要急著要出門 我們把它拉出來外面 來在這邊跟各位做個小總結 第一個呢 就是現場的線的部分 基本上是沒問題的 客人用的規格是比較高的 這個OK 但是呢 小龍講個實物面的部分 就是你的線的規格用越高 它要達到那個標準也越高 然後再加上 客戶現場是用SFTP的 它那個線比較粗比較硬 現場隨便一下 凹一下就折到了 就會有這種狀況 所以它的這個部分的話 小龍是認為說 如果你只要跑個1G 用個K6 或者是跑個10G K6A 其實就很好用了 好啦,那第二個部分呢 線既然沒問題 其實現場最重要的原因呢 它的座椅 座呢 都很大的問題 剛剛講 線真的 裡面拆出來 有一個就是這樣 像閃電對不對 它這種線這樣凹完 因為太硬了 然後裡面的裝網板 跟水泥牆壁中間那個縫 其實空間又不夠大 所以它凹進去一定會折到 這折的事真的有點誇張 好像骨折一樣對不對 折完之後 這整條線的那個損砲 都會非常非常的大 甚至我們用服務客 下去打的時候都會不通過 那最後再來一個呢 就是這邊 把這頭才給各位看 你看 它做到這四個的接頭 建議各位 如果你是用K6 或是K6A以上的等級的話 我們盡量都是 以兩邊都是資訊桌的方式下去做 那是最標準的 那再來接出來的時候 我們再用跳遷 標準用工廠買的那種短跳遷 盡量不要用手工壓接 因為手工壓接 可能會有你壓接上品質都不一樣 最後的結果會不一樣 用工廠線出來的那種規格 標準的條線是最好的 好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現場主要只能跑到100mai的原因 就是 從數據機到中間的那個交換器的 這一端主要的那條K7的那條線 它裡面就已經有一星沒有過了 就是沒有通 那它沒有八星全通的情況下 它怎麼有辦法全速呢 就會有那個速度就直接槓下來了 所以最主要的原因是在這邊 那後面都不用講 當然後面剛撤的時候 有很多條線都沒有通沒有過 那我們一一把它修改完畢之後 最後的結果 基本上都不是滿意的 好啦 那我們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希望對您是有幫助的 假設你當我們遇到這類型的狀況的話 記得檢查一下好嗎 那我是小羅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囉 真的裡面猜出來有一個就這樣 像閃電對不對 閃電 是個地方 是個地方 最方便是個地方 我們去哪些 你真的看出來 我們… 你是…